你是汹涌的海浪 我是疲惫的沙滩 暖暖的斜阳 掉在我们的肩膀 你用最热的烟波 拴出恋爱的闪烁 那么痴迷 那么凄凌 你轻轻柔柔的稀疏 这冰城下的雨 淋湿你的长发 几十年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例外状态》 我是主播《鬼节子》 今天我们在杭州 我邀请到了玉婷和周周 我们这次来一起交流和回顾一下 我们近期在东南亚的旅行经历 在将近一个多月以前 也就是1月11号 我从广州前往了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新加坡 并在最终不久前回到杭州 雨婷大约比我早一个月 到了马来西亚 一路向北前往泰国 越南 我们在吉隆坡都见了邵宾 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资产人 我曾经在广州听过他的分享 这次在马来西亚 也是他给我介绍了几位华人艺术家 周周是在1月底 加入到我的泰国的旅程 后来我们还在清迈 遇到了论电影院的青岛 以及来自秧美的陆下 我们一同前往青莱 看了泰国双链展 之后我们又去了雅加达和日益 印尼给我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周是很喜欢日热的 而之前我们许多广州的朋友 也都去过印尼 他们也都跟我表示 日热非常不错 但是日热是我在近几年 有记忆的时间当中 第一次脱水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我一出门就在流汗 然后流到已经忘记喝水 所以导致那几天就非常的虚弱 运运糊糊 最终在我们返程的时候 在新加坡落脚了两碗 新加坡的物价很贵 我们的酒店一晚上要1000块钱 租了两碗 实在是太贵了 但是好在新加坡的国家美术馆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导致我们这两天都泡在美术馆里看着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这个嘉宾 雨婷和周周 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一下招呼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先吧 大家好 我是雨婷 然后我目前生活和工作在杭州 我平时是一个策展人 然后也会写一些艺术相关的文章 大家好 我是周周 是中途加入这场旅途 目前在做社区相关的 在广州做社区相关的工作 然后平时在广州 然后这几天就 我们从新加坡回来 回我老家绍兴 然后就来杭州玩了几天 嗯 好 周周呢也是我们这个 例外状态的剪辑 最近有很多播客呢 也都是他剪的 好 那 哎对也想 因为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嘛 我就是大概说 我是从那个马来西亚 到了泰国印尼新加坡的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自己这次的行走的路线 是怎么样的 我是大概是12月中旬 从杭州出发 然后先去了基东坡 然后在马来西亚 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再从马来西亚去泰国 然后一路往北走 然后到了太北 然后再从泰国 回中国的路上呢 短暂的去了一下胡志明市 就是在越南 待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对然后总共大概是 二十多天的这个旅行 嗯 我是先从广州飞到曼谷 然后之后就去了印尼 然后去了雅加达跟日热 然后飞往新加坡 从新加坡再回国 大概完了两周左右时间 然后我跟周周这个旅程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旅程 就是隐藏 就是我们半年前去了越南 对 对这次也会稍微讨论一下 因为当时越南 当然我们当时有六个人一块去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后来我们也没再录什么节目 但那次真的特别好玩 就我是觉得 这个出去玩啊 还是得人多比较有趣 那我们这次呢 也在不同的地方 也碰到了一些 这个新闻新的朋友啊 反正待会儿 也会跟大家一一的分享 好 那能不能请你们俩 也谈一谈 对于这次旅行的一个总体的感受是什么 总体的感受 对 我觉得如果用 简单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一种强度的话 就是很强烈 就是无论是情感上 然后所看到的东西的 这个丰富性上面 都程度上都特别的强烈 就包括跟我所生活的城市 和接触到的 这个生活场景相比 东南亚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强烈 导致我每天都感觉 在消化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要消化一下 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就有一种 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可能是我在 中国或者在杭州生活的时候 不会有的这个经验 就是很强烈 对 概括来说是这样子 我的感受感觉是恍惚 就很恍惚 就我其实在 我刚到曼谷第一天 就是我整个人是飘的状态 就是对 因为可能从广州飞过去 然后 就是当时一下飞机 就不知道第一步要干嘛 就是那种恍惚感 可能也跟好久没有 就是出去玩有关 对 然后当时其实想说 这次出去玩两周 一是想离开就是国内 就是过新年的这种环境 因为一直在国内就是过新年 然后想说去到一个东南亚 比较放松的地方 然后去感受一下 你除了恍惚还有什么呢 就是 呃 晕眩 然后还要就是 对 就是 而且 呃 现在再回想起来 就是有一种很 热烈 嗯 对 仿佛跟热烈 这种感觉 对 我就让大家感觉 我们都去东南亚飞叶子去了 嗯 那一个精神世界 对 但但但 其实是有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 就你拿不飞 每天都晕晕乎乎的 对 跟气候也有关系 是 是 对 这个感觉很神奇 那我的感觉是啥 那就是 就是 这次应该算是我第三次去 就是我们用东南亚这个词 可以说是东南亚 但是其实 我第一次去是19年的时候 年底去泰国 但是 当时是度假 其实感觉不是很明显 嗯 其实也是有很多感觉的 对 当时也是对影响我 就是我去泰国的时候 也影响了我 去思考后志民这个问题 呃 因为当时我先去的是普吉岛 然后去普吉岛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 针对白人进行旅游经济的 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你的早餐是喝咖啡 吃三明治 然后午餐可能吃汉堡 披萨 当然也有一些 本土的泰国菜 但是那个好像也是为西方人定制的 就反正 整个这个岛的经济生态 是一个很依赖西方游客的经济形态 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感受到的一种 殖民的这个权力关系 对就即便是泰国没有实际上被成为殖民地 对但是这种在后殖民的这个预境当中的这种殖民的结构 我们还是能够在泰国看到的 就在这个经济层面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冲击 然后后来是我在到了曼谷 我见了我的小学同学 他在那边念书 就跟我们讲 就说是泰国因为酒吧金融风暴以后 嗯 贬值 然后很多的日韩的资本进入 就是也让我重新对这个资本的自由流动产生了一些怀疑 对就是就是货币管控还是不管控的这个问题 也是值得讨论的啊等等 那个是第一次去泰国 然后第二次就是我们去越南 第三次是这次去东南亚好几个国家 我的感受是美国人家确实都还挺不同的 然后比较深刻的是马来西亚 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就是语言是比较通的嘛 你其他国家只是纯感受了 看看窄 然后看看吃小吃逛一逛 但是我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的朋友可以进行交流 所以就会更能够去直观的和准确的体会到他们的一个情境 嗯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那我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你们在去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怎样的视角和意图来进入这次旅行 那并且呢这个旅行之后又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改变 嗯我个人是对亚洲的这个当代艺术的生态比较有兴趣 但只是一个粗浅的一个了解和好奇心 对然后就是很想去实地的去跟真正的人打交道 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尤其是我们的同龄人啊 年轻人 年轻的艺术家策展人啊 年轻的空间 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 不要因为他们也跟我们同属东亚或者亚洲吧 然后觉得有一些可以共同去讨论的一些困境啊什么的 但是平时只是在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哎呦之前没有出去的时候 你只是通过网络或者是图像数字图像去认识到这个事情 就不是很亲切和直接 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东南亚在之前我们也大概知道 它那边有很多自我组织啊 包括替代性空间的发展也很繁荣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其实很模糊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出发点 去进入到这个事情 然后去之前也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 就是看一看 比如说马来西亚有哪些那个值得去的空间 然后也做了一些像那个哨兵 也是之前有联系他 然后说想通过他了解一下 包括吉隆坡的这个艺术生态是怎么样的 然后去了之后确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需要去和人打交道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他们具体关心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空间的形态是怎么样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 就是真的这个是通过文字啊 或者平时聊天很难去抵达的东西 然后包括他们所在的这个自然环境 还有这个社会环境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旅行还是非常关键的能够提供的一个一个事 对这个是我的一个 对这方面的一个感受 我可能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像雨婷一样 就是有呃带着嗯一个去探索 我可能就是当时就是呃因为也是广州太冷了 然后想说去一个稍微热一点的地方 对然后还二十二十刚刚提到 就是想离开国内的那个呃就是过新年的这个 这个氛围 然后想去呃所以就想说去一趟呃其他其他国家 然后因为之前去了越南 然后那个感受非常的强烈 然后也一直在呃 回就是回看就是越南那段期间的那个旅途的一些照片 所以想去到一些周边的国家 然后非常自然的就选择了去呃泰国 然后以及印尼 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有几条线索在在里面 长期的线索是跟我研究有关 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华语系研究 包括马化文学 那我就觉得读了这么多马化文学了 我非常想去马来西亚看一看这到底什么情况 对吧 就是来到这个南洋人民共和国 哦 那 这这是这是一条线了 二就是那个展览的那个线 因为在广州就我回国这几年 他们这边做东南亚的展览还蛮多的 那不管是在美术馆啊 还是这个广美的方天大三天展 多多少少 就是因为大家讨论的主题跟我的研究也差不多嘛 就是呃也都是这些礼赛啊 边界啊 江域啊 河流啊 陕阳啊 这些事情 所以也是说想说去那边也能不能也认识一些艺术家 哦 认识一些作展人跟当地建立一些交流和关系 那以后呢 应该跟我自己想做的展览啊 研究啊 呃论文啊 可能也会有些帮助 哦 这是对 还有就是 其实从越南回来之后 哦 杨潇一直说要去出去玩 然后每天给我发机票 就说哎呀 吉隆坡只要200块钱 要不要去 对吧 结果就最后我说我说我要去了 其实我们之前还说要去泰国 这个也没去成 然后又说去 去去去去什么印尼玩也没去成 就11月12月之后 我后来他们都不去了 我说我去 卧槽 嗯 他们都有别的事情要干 那我就说我去 然后当时呢 就这次去呢 主要还是呃 就是就是我还带了带了我家里人 就我爸也跟我一块去了 啊 所以我我爸跟我参与的是这个马来西亚和泰国 嗯 之后他就飞飞回广州了 那你你觉得马来西亚很安静吗 你的第一个感受是 我觉得不安静 因为我当时第一站是吉隆坡 然后我住的那个轻侣是一个 20块钱一个晚上的轻侣 就是没有隔音几乎 然后每天晚上就听那个摩托车 呼啸而过 从早到晚就凌晨都会有 所以就在唐人间的磁场间的附近 然后就我觉得特别的 但我没有觉得很不爽 当时我是抱着很好奇 然后比较快乐的那个心情 虽然睡不着觉 但是就当时我觉得挺挺好的 就是很有活力吧 就感觉这个城市就一直都有流动的这个 车流啊 然后人啊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吵的 我不知道你可能住的地方比较安静是吧 就是我是 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这一个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 人很少 就是人口它就比较少 所以在城市里面你 不太能见到很多人 就是我觉得 这个安静它更多的可能是 基于人生的一个声音 就是我也能听见车的声音 对吧 摩擦地面的声音 摩托车的声音 但是就感觉人气不太旺 所以导致让我觉得 这我对东南亚想象 就是像越南泰国那个样子 吵吵闹闹闹的 然后 所以一到马来西亚我就觉得 哎怎么这么安静 然后后来知道我们第二天去到 庄司塔那边 才发现 其实还是挺多人的 我当时觉得那个马六甲 你们去了吗 马六甲晚上不是有那个花车 你有看到吗 就是那个三轮车 然后 对那个我觉得还挺 就是视觉上 也不能叫视觉污染吧 就是视觉冲击很大 就是 Hello Kitty 对对各种各样的 然后呼啸而过 每辆车都放着不一样的音乐 然后就一直在那个 他那个算是主干道 一条道上穿行 然后都是游客 然后就是那个 让我觉得很目不暇接 我觉得哇 而且就听说是 他们原来是普通的花车 然后也是最近 就是为了吸引游客 什么改良 然后变成一种非常当代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IP的一个花车 我觉得有点吓人 对 所以我觉得就对我来说 真的蛮吵的 就每个城市都有 冰城好像挺安静 对 马六甲我觉得也 然后晚上的夜市 也很热闹 对对 人很多 声音方面 我感觉就是 雅加达 其实是对我来说 是肯定是比较吵的 雅加达 然后 还有曼谷 然后其他几个 像青迈青来 像日热 都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而且包括其实在一个城市里面 它也有 就是不同的 在 就是我们在随意走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那种声音 就是它 好像就是这一块会特别闹 那一块就特别近 它其实在 当时在 在 就是这一点 就是在曼谷对我来说 那天晚上行走 就是我们穿越了不同的区域 然后 感觉每一个区域的那个 那个环境 跟周边的特色都很不一样 我觉得印尼的声音 跟马来西亚稍微接近一些 就没有像泰国和越南那么吵 对 会稍微安静一些 但是我觉得印尼的感觉 跟马来西亚也不太一样 对 想问一下就是 对 雨婷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西亚 啊 就是刚刚跟你说 那个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很随机 就是看机票的时候 看到杭州飞马来西亚 比杭州飞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说 最便宜 然后又没有去过 然后吉隆坡又是 感觉很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就选了马来西亚 对 这个是最直接的原因 对 你那个机票多少钱来着 两百 两百多块 我的天 对对对 因为那个刚好也是 圣诞节前吧 也是算是淡节 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旅行 呃 时间是 时间是 12月 12月14号 13 14 呃 航班的时间 航班时间挺正常的 就是下午的时间 哦这么好 对 哦那时间挺好的 是的 就是简陋 哦杭州直飞 嗯嗯 特别方便 哪个航空公司 Air Asia 亚洲航空公司 对对 亚航这次我们也做挺多的 嗯亚航最多的是亚航 那你们为什么去 啊你为什么去马来西亚 嗯 我的话 马华文学 对对对 主要还是因为马华文学 就是因为我想如果说去东南亚这个国家的话呢就对我目前来说吸引力最大的 不是说这是我去之前吸引力最大的肯定是马来西亚啊 因为我从比如说我21年开始研究这个华语系 然后20年开始在读这个马华文学的时候 嗯我就一直很好奇马来西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或者说大陆的读者也会很好奇马来西亚是什么情况 因为大家也读黄金树啊 也底子书啊这些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文学的场景 就是尤其是我读黄金树更多 就他其实很多的短篇小说写的也够离奇的 嗯那就是除了说对这个场景风土的吸引以外 嗯还有一个也是想去探索一下马贡 但是马贡呢其实由于他其实 嗯对对对八九之后就解散了 其实也不太能探索到特别多 不过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展区 是有讨论马贡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还比较想去认识一些那边的 嗯华人啊就马来西亚华人 嗯想看看 他们都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经验 对 然后那对马华文学最感兴趣的点其实是 他是一个用中文或者叫华语书写的文学 但是呢 他是一个有国籍的华文文学 也就是说他不是中国文学 那在这一点上呢就是跟我来做这个华语研究 或者是阅读这个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 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我比较好奇 这个不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华人 他们的生活经验背景成长和体验是怎么样的 以及他们又如何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广泛意义上的润 因为他们已经润了几百年了 对所以我觉得对当今的这个润学呢 也是有所贡献的 对我是到了马来西亚之后才开始疯狂补课 就我之前有读过黄景书的那个语语 就是他的短片的那个一本书 但是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导演陈翠梅 他也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对马来西亚了解就是在文学艺术上就不是很多 但是到那边之后自然而然的去那些书店啊 或者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提及到马化文学 包括那个华语的相关的那个电影 或者是艺术创作 然后在那边就听了好多包括播客啊 然后包括那些书店里面的书 虽然就是还没有特别应该没有 肯定没有你了解 但是就是在那边之后有这个情境了之后 你就会不断的想要去知道更多 他们比如说像李子书 他的一个播客 我听他说他在仪保 他是不是仪保人嘛 然后他讲那边的 然后你在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情境里面 去听他讲这个的时候 会更有那个感触和更深刻一点 你就会更对他的这个写作啊 包括他的这个更好奇 然后包括我之前很喜欢那个陈翠梅 他有一个短片 叫丹荣马林有棵树 然后丹荣马林就是在吉隆坡上面的一个 我不知道他的行政区画是正还是小区 然后你就会发现地图上 哎你就能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他在电影里面拍的那个 这个树的那个样貌啊 然后整个那个人与人之间的状态 你就会更加的有感觉 因为你身临其境 然后包括你为什么他会拍这些热带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的这个人的与人的关系 情感什么的 就原来我喜欢他的可能比较单纯 只是觉得他电影语言或者他讲的这个性别的问题 我比较感兴趣 然后这次去了以后会就会更更加的 对有有有有这个意识和感觉一点 对于这些作品 嗯 那我好奇他们那个书店的话 就是呃会 就是会目前就是他们放了一些华语书 呃除了黄景书之外 还会就是放哪些在当地 会放哪些作家的一些书籍 好奇他们关心就是哪些议题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了解的 满华作家 他们都有放 呃 然后没有了解的呢 其实应该是一些当地的青年作家 然后很多是他们的这个书店 呃 比如说季风带呀 他们成立的出版社 自己出版 他跟我们这个自出版还不太一样 就我们这边自出版的 他不是一个正规出版啊 但他那个是正规出版 呃 很多是在台湾印的啊 印刷就出版印刷 然后再带回马来西亚 他们也会出版这个学术书籍 也有小说 诗歌 对 所以是就是他们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些青年的作家 会有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马来西亚本土的学者啊 他们写的论文 写的书也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嗯 但是每个空间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我们现在可以聊一聊这几个图书空间啊 我们都有去像比如说亚大屋 然后导渡屋 那我还去了季风带 那其实像这些艺术空间也可以讨论一下 对那个亚大屋不是在那个中山楼 中山building那个 就是那个我觉得它是算是吉隆坡一个比较 合成性的一个那个艺术 类像我艺术文化的一个空间的集合 然后我觉得那个楼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就是特别窄那个上楼的那个楼梯 然后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空间 然后那里还有一个那个设计档案馆 你有去吗 那个design archive 对我那个应该没有进去 对那个是就是也是在instagram上跟他们预约 然后就是跟那个design archive的那个账号预约 然后他们才会开门吧 就是他们应该是这种关门预约制的这种 然后你可以去查资料 或者是你比如说对于平面设计 有一个自己特别关心的议题啊什么之类的 你就可以在那边做research这样子 然后他就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 他们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官方嘛 malaysia design archive 以为是一个就是以为它是一个官方的那个机构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自己他们是有两个大学里面的教授教师 然后也还有个设计师他们做的一个这种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自我组织 然后主要是做平面设计相关的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然后也是在中山楼里面 然后亚大屋也是中山楼里面 对 还有那个坦荡那个卖唱片店 他们也有一些自出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在门口卖他们自己出的 包括他们别的一些音乐相关的那个书籍啊 然后还有一个back room 是楼下的一个画廊 所以它可能更商业一点 有一个画廊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那个小空间 然后也是比较关心年轻艺术家的这个 都是在那一栋楼里面 对你倒还记得挺清楚 你都忘了名字是吧 就是就是我当时去那个中山楼 主要是跟亚大屋他们做交流 然后但是其他地方都逛了一下 但是我主要是在亚大屋 其他的就没有进去 包括你不是说 我在你文章里看到 你说你有跑到他们那个 一个什么设计的一个 应该就是亚大屋下面的那个地方 你是问他们那个穆斯利尼星之类的设计 对对对 就是在那里 然后因为因为我去的时候 他问我有什么要研究的议题啊 什么之类 但其实我的设计没有那么了解嘛 然后我就好奇 其实我当时刚刚到吉隆坡两三天 所以我就是问了一个比较 就是从经验出发的问题 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这个女性 在公共空间里没有那么的 visible 没有那么的有些不是那么可见 尤其是我穿过好几个清真寺的区域的时候 就感觉基本上就会受到一些凝视这种感觉 就有点身体上有一点不适 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就是马来西亚这边关于穆斯林女性主义的研究 大家可能措辞是有一些粗鲁 然后对 然后就是他就也挺友好的 但是我感觉到他可能觉得我很无知吧 我当时也觉得我挺无知的 就是对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的生活经验里面没有涵盖到这些东西 那你又问亚达屋这个问题吗 那没有 亚达屋就是刚好去听了那个亚基自组织的那个木克的那个套 所以没有 你们在那边聊了什么 我们那边就是时间还挺长的 当时从下午大概两三点 三点吧 一直聊到了晚上七点 聊了四个小时 对 因为去亚达屋是我第二次到吉隆坡的时候 才去了 就我第一次因为只待了两天吧 就时间比较短 然后一天去洛书镇 然后亚达屋就还没什么时间去 就是中山标准嘛 一开始我以为中山标准就只是一个小组的名字 叫中山标准 但是当时说明说你去那儿得花挺长时间的 所以说建议你下次再来 后来我就直接去了槟城嘛 那槟城回来之后 就是我又去了新山 鸡栏 马六甲 再从马六甲回到了吉隆坡 然后才再去的这个亚达屋 那亚达屋的是 的联系的是 就是你当时是因为有公开活动 你去了对吧 所以我其实没什么公开的活动 我是因为在槟城办了一次活动 然后槟城COEX那边的一个活动的负责人 叫凯金 他帮我练习了亚达屋 说那边的很多人都研究满化文学 他对满化文学很感兴趣 你应该跟他们去交流交流 所以说我才联系到他们 所以当天呢 其实就聊了特别多话题 然后那天有八个人在场 在场 哇 都是亚达屋他们的创始人吗 嗯 里面有几个亚达屋的成员 嗯 应该是两个吧 然后其他的有邀请的人 包括有那个华人研究协会 然后有一个男生 他是 他他研究的是这个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翻译 但是翻译是 翻的是什么呢 是翻的是这个 马来文学 啊 所以就是研究的是 呃 华文文学中的 马来文文学翻译 啊 是是是 他研究的是一个非常 在地的一个题目啊 嗯 你说我我从这个 塞诺凤的视角 我应该是不会关心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不关心这个 马来文嘛 不关心马来文学 但他他关心 因为这个跟他们国家 内部的种族之间的这种 想象呀 冲突呀 团结呀 是有关的 这是他的研究 嗯 呃 亚达屋 对有一个女生 呃 她是准备去 马大读这个 中文系的研究生 然后 发现还有几个 有一个是在 之前在台湾读哲学的 嗯 然后后来回 回到马来西亚 然后经常会搞一些公共活动 给大众 读集一些哲学 嗯 然后他也是做 当今大马的编辑 对 那天来了几个当今大马的编辑 哦 还是记者 反正 当时就是那个哲学老哥 反正是 基本上都是承担了我一般做活动的工作 就他一直在对我提问 哈哈 然后然后提的问题都很少 对 然后搞得我就是一直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 嗯 另外 也还有一个 马大中文系系的博士生 对 但是他没太讲他的研究 我已经忘记了 那天他说话 我审多 对 那天其实我们聊的题目或者是内容 主要也是跟马后院有关 我就是大概的 谈了谈我为什么要做马后文学 然后以及我 分享了一些我的研究的内容 然后大家相互交流讨论 就看看他们的看法 嗯 整体上是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太爽了 因为至少这几年 就因为我做这个研究 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做对吧 我又没在学院里面 也没有人跟我聊 我又没去开学会议 反正那次讨论 就是我觉得是四个小时里面 学术浓度最强的一次 当时对 还有邵斌也在 邵斌还带了一个他的朋友 是一个艺术家 就他们也说 非常有收获呀 因为他们 他们是搞艺术的嘛 做视觉的 就不太从文学方面来思考问题 但是听我们那天 聊了一下 我还就觉得非常棒 找到了共同体感觉 那边做马华文学的学者 年轻学者是不是还挺多的 嗯 就是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我 我不好从数量上盘观 但是我会觉得 氛围 氛围还不错 因为毕竟 就总的来说 就是你不能看比例啊 就比例上来说 肯定马来西亚 华人也不能读书的 对吧 我不太关心文学艺术 但是就是他他关心这些人的话 他的质量还挺高的 嗯 我是这种感觉 有不少是 有的是在马来西亚读书出来的 然后有的是在台湾读书出来的 嗯 然后比如说像Christy 我之前有问他 他说他是到了台湾 才知道马华文学的 然后他以前在马来西亚 都没听人讲过 然后 那反正总的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 因为肯定他们是受到 台湾的学书界影响比较大 啊 所以 他们的问题意识思路 会比我们要好很多 就我觉得在中国 你去跟人 不管是不是聊马华文学 哪怕你去聊中国文学 就是 这是其实你要闹不闹不明白 他在干嘛 对 尤其是现代代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理论 问题 研究方法 思路 在地性 视角 其实都是 是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你觉得亚达乌整体的 就因为他手机前是一个 图书馆 嗯 公共空间 对 你对他那边感受了足 嗯 就是 首先就是一进去啊 就马来 我是到马来西亚才发现 有这么个现象 就是很多的 不管是寺庙呀 呃 然后都要脱鞋 然后亚达乌也是要脱鞋 脱鞋其实也没啥 就挺好的 然后进去之后 他就输挺多的嘛 他一面墙都是输 然后 我觉得总体氛围是蛮不错的 反正就是有的人在那边 就学习 有人聊天 其实一开始 我有点像 在广州第一次去那个 秦岛论电影院 啊 就放一听的那个 录像厅的感觉 啊 挺挺chill的 嗯 然后那后来就是 我们开始交流了 聊的时候旁边还有一桌人在那边 有时候他们就来听一听 我们讲的东西 有时候他们就聊些自己的事情 反正 都挺好 就是我觉得至少亚达乌是 不太紧张的 就是我觉得亚达乌不太紧张 比较放松 对对对 就马来西亚其实 呃 那边的华人啊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还 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chill 可能台湾人比较chill 有一些 啊 就就比如说 很多时候搞活动吧 下面都没有人提问呢 啊 可能比中国的这个搞活动的氛围还差 虽然说中国也没什么人提问啊 但是 总会有一些人 说一些不找编辑 不相干的话 啊 这很很常见 对吧 他要发表一下他自己的看法 那在马来西亚呢 他可能连发表看法也没有 然后 大家就是 你像我那天给你发几 看几张明信片 那个就是当时我们在coex做活动 当时是一个台湾的那个独立音乐的歌手 他就鼓励大家来提问 他说哎 这个本来是要卖的 算了送给你们 谁谁谁提问 那我就送你一张明信片 我觉得那个野达乌的氛围还算是不错 可能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 啊 然后在华语圈的这个思考的水平也算是比较高的 就是如果你在下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层面 可能其实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有一场那个活动嘛 所以我感觉 对 也是 啊 对 我就感觉 嗯 就是人 开始我是第一个到的 就那边 我是准点到 但是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还有Christie 还有那个他们亚达乌的那个组织的那个人 然后我想 不会吧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来听 然后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就先跟他们聊了多少天 然后大概五六分钟之后 慢慢有一些人过了 然后大概最后坐了十几个人的那边 对我就感觉很chill 放在那边 然后他的书和他整体的这个氛围 就是包括主讲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也很平等 就是大家就可以 但我给你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 我那场还挺多人提问的 对因为可能 我我就是感觉因为Christie他也比较的 嗯 比较比较也比较放松嘛 他不是说特别学术的在聊他的这个实践 他也是像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 就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自出版的这个书 然后包括他自己跟吉隆坡的关系 跟马来西亚这些组织团体的关系 然后在座的应该除了我之外都是马来华人 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也是 本身就是艺术家或者学生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最后还稍微讨论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当时觉得亚大屋做的挺好的 就是那个空间 就是氛围的人给人的感觉也特别好 对我说这他们那个受众的水平应该也比较高 对对对 能接触到他们这个信息的就有筛选过 你像我在比如说在槟城吧 就槟城做活动的时候 其实去的人就是真正发言的 都是一些文化精英 然后普通的群众 其实不太乐意或者是有兴趣来参与这些讨论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 我那边可能十个人左右 但是去的人比如说有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槟城那个基本情况 就是COEX在那个Himbus Depot里面 然后那个空间 那个其实有点像798 小型798 对一个小型的艺术空间 然后里面他 那个COEX是一个建筑公司 然后他们包下了里面的一小片场地 然后邀请了一些机构进入 里面就有导作书店 城市报 公司社 等等 还有卖 卖汉堡的 所以呢 周末市集 对对对 还有这个市集 所以 在槟城的很多活动呢 基本上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然后也有放映啊什么的 那天搞很多 我当时搞了一次讲座啊 就是主要是讨论我的这个 分享一个我的码核文件的研究 叫做作为问题的中国性 那当时来的人呢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有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就后来 我们还录了一期节目 他叫阿萨姆 他其实他也会 他在马来西亚也做播客 叫阿萨姆的社会观察 然后 他的本职工作 目前来说是 是市议员的一个秘书 所以他在国会工作 所以可能不是市议员吧 国会议员 对 可能更高一个层级的 国会议员 他曾经是做过记者 然后 报纸的编辑等等 嗯 其他的几个就是 有公司设的人 然后有导读的人来 就内部的那些人 有一些来听 嗯 还感觉还不错 其实 但是 就是受众没有那么广泛 就是你跟这个 吉隆坡还是比不了 但槟城是不是华人比例 更高一些 对 槟城据说是有 百分之六七十的 这个华人比例 然后马来西亚总体的华人比例 是百分之二十多 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当时也是当时冒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去了这几个亚达乌 包括导读书店 我也去了嘛 就是都是以马来华人为主的 这个知识体系 或者就是空间和活生态 然后我在想 因为你刚才也说的 就是像吉隆坡 他华人只占百分之二十 那马来人他们自己 这个艺术或者文化和生产的 这个空间和那个区域啊 或者他们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就他们关心的话题又是什么 就是我虽然没有那么了解他们 但是我又有点好奇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大学旁边的一个书店 但名字我记不得了 就是那个书店算是他们这边 就比如说像那个万圣书园一样的 就是北大旁边这种 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知识型书籍比较多的一个书店 我就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书和那个 他们关心的问题 对但是那个艺术群体和那个 就是更更广泛的那种 非华人的这个 这个小的社群 我还没有特别了解 那个书店还是挺有意思 就是它有一块是中国 就是中文的那个相关的书籍 但更多的就是马来文的 他们自己的写作 然后包括刚刚说的那个 穆斯林女性主义的一些问题 然后包括他们国家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像那个反腐败 然后还有那个种族的问题 然后包括殖民主义啊什么 都是马来语的这个写作的东西 我都看不懂 但是就看到他们有一些 比较关注的一些人文相关 人文学科里面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 大概是这些 那一开始你到马来西亚 就是你面对这个多种族的环境 你是一个怎样的反应 一开始就是很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 会用强烈来形容 我们这趟旅程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就是不同种族 包括不同宗教 尤其在磁场街那一块 就能看到印度教 然后道教 然后包括那个天后宫啊 然后那个基督教的 各种各样的那个建筑和人群 然后信仰之间 不停地在我身边 不断地切换和流过 然后人又特别多 然后那个时候给人感觉就是很强烈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警惕身体上的不适啊 或者你不知道自己该该该看向何处 该怎么走 就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走路嘛 就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觉得走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发现和认识这一个地方的一个方式 但是东南亚又特别难走 尤其是吉隆坡 它不是有很多那种大路啊 然后它也不太有人行 人行friendly的那种走道路的 对 所以但是在这个路上走呢 你就更有感觉 就是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然后你就看到旁边的孤孝儿过的车 车流摩托车 然后轿车 然后包括旁边的店铺和那种高楼大厦 就是给你的冲击更强烈 对就是给人感觉这个地方非常立体 然后有很多很多层面 跟我在中国的这种 这个杭州啊 或者上海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 我其实就是在那个 雅加达也是这个感觉 嗯 就是因为它车跟那个 那个机动车跟 呃呃 那个私家车 它就是混在一起 然后你不知道该哪里走 然后因为它其实给你的小道 特别特别窄 然后你就相当于是 你就顺着那个车流再往前走 对 你们有打磨滴吗 有有有 就那个非常刺激 我坐了一个机动车 然后它就是 它就 就是它其实车哥称之间距离也很窄 是的 然后它就直接从车哥称距离 直接就穿过 然后但是非常刺激 是的是 我就觉得很灵活 他们的 对 就看上去很危险 但是他们其实都很有技巧 是的 是的 就是你 我感觉它 就是那么窄 肯定穿不过去 然后我就 那时候我就下意识地把两个腿收拢一点 那其实非常快的 很顺滑地就穿过去了 而且好像呃 他们虽然那边就是车流量很多 但是好像也没怎么看 在路上看到有出现一些交通事故 嗯 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 还是可能我没看到 对 估计是应该有 是有的 毕竟比较危险 但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规则 对 默许的一个规则 不过我到新加坡 不是听那个司机他讲吗 就是说 马来西亚每年被撞死 有个四千人 啊 其实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说马来西亚比新加坡更危险 啊 大家都乱开 然后摩托车乱跑啊 新加坡呢 比较受规矩 那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这个情况 其实有一些更 基本的原因啊 就是 他们那个城市建设 是 他其实不是那种 城市规划式的城市建设 就比如说新加坡这个样子 就是说 政府要规划 你地方该怎么走 人家要怎么设计 而更多的是说 因为是私有化的原因 是开发商先建了地 那就先买了地 然后盖了楼 然后才在那边修地铁 然后才修路 啊 就是 是这样子来 而且 而且马来西亚又是一个 基本上都在开车的 开车的一个国家 所以 人均是 大概是拥有一点五辆 这个四驾车 啊 所以他给这个行人 呃 留有的这个余地呢 是非常小的 我在那边 就觉得 走路是很不失望 方便的 我也是很爱走路的一个人 印尼其实还好走一些 没有那么难 印尼跟泰国还稍微好走一点点 对 尤其我们在日日 我们走小路就行了 不要走大路 平安 回来之后 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在烈日的高价向走路 这里面 然后有一段 描述他的这个 感受吧 这个我就不念了 那关于这一段话呢 我有几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你 就是说 我比较好奇 就是你说这些情感 关于喜悦 惊童 困惑 爱与悲伤 这些都是关于什么的情感 因为他似乎 就没有对象 至少你在这个文章里面 没有写出来 那以及呢 他们就是 被什么 而引发的 嗯 对 这些情感就是 其实就是喜怒哀乐 然后加上一些困惑 比较多 就是我感觉的那边 也是感情也很丰富 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人 或者说 一个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更多的是 面对整个情境 或者感觉 就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喜悦 可能就是真的是看到 比如说 然后想一想 比如看到一个特别好的 呃 一个一个特别活跃的组织 或者艺术空间 然后你会觉得 哇 真好 就是感觉到很多活力 然后这个能量 是可以传 传达给你的 就是即便你跟他们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通过他们的 这个活动啊 或者说你看到这个 作品本身 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 感觉到自己有能量 注入 然后 惊剧的话就是 刚刚其实有聊到 就是比如说 在路上走啊 然后在那个 呃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会感觉到身体上会有一种 嗯 不适 可能就是你就感觉到 自己被凝视了 然后在很多 尤其是单一性别的 一条路上 可能只有我一个女性 然后也 甚至或者是一个 不带头巾的女性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 嗯 不适的这种感觉 然后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 恐恐惧 但是也还好 就是不是那种 特别 嗯 特别特别 特别恐惧的恐惧 然后困惑就更多了 困惑的话就是 本身对于 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以及它的历史 我本身非常无知的 在去之前 所以在 包括去 那个国家博物馆 或者去看他们的 艺术家 他所处立的 这个社会语境 包括种族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你有很多时候 你 先是有很多不解 或者是问题 然后这个东西 就有很多 可能是知识性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 对它的近代史 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的 有很多困惑 然后这个也导致 我当时 就是不停地 在查资料 或者听东西 然后那段时间 感觉自己摄取了 好多 好多 好多知识 可能现在已经 有些都忘了 但是那个时候 觉得 就是你得 得去了解 不然你就太无知了 你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都不知道 这感觉的特别 特别就感觉 是从一个 荒蛮之地来的 那种感觉 然后爱遇 爱遇和悲伤 这个也是 差不多吧 就是感觉得到 很多 包括爱遇 可能是 因为当时 就是在泰国的时候 跟那个 在 就是跟朋友 在 从重新 相聚了 然后大家在一起跨年啊 然后在一起 在一起相聚 然后因为都不是 中国来的 澳洲 然后各个地方 认识的新朋友啊 之类的 你就感觉到 人和人之间 重新 能够在一个 陌生的地方 连接起来 然后这种连接 让我觉得 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悲伤 悲伤一部分 是因为自己太无知 然后都有一点睡不着觉 就在想 哎呀 怎么我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就是好多 就在不停地问 那个chat GPT 就是哎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是什么意思 都有很多哎 就是自己这个 就是要需要 还需要补课 很多东西 对 所以就情感 很丰富的那边 我也发现 就是呃 就是因为你 就是在一个 呃 陌生的一个语境嘛 对 然后你就不知道 该做什么反应 我当时印象 特别深刻是 当时我们 我在印尼的时候 就是我们过马路嘛 然后那个车很多 然后有一位 嗯 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 就是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就是他 一个呃 热心的一个人 他就过来帮你拦车了 哇 然后他就帮你拦着 他们先不要走 啊你先过这样子 呃 这是因为之前 就是呃 当时也很好词 就是他们 嗯 就是说哎 这个感觉 因为我之前 有见到过类似的人 他们可能会需要 会可能会向你 请求一些钱 然后你给他们一些 然后呃 就是他们就做一个 个人个体职业者 在在路上 做做这个工作 然后那天 其实我 我想说 要不要给他一点钱 但不知道给多少 然后就这很陌生 然后我当时就 大概给了他呃 我想应该两千或一千 我就给他一千一 呃 一一泥币 差不多折合这人民币 是一块钱 一块钱 对 然后他就不要 他说no no 我说哎 你想说我是给太少了吗 然后我就给他两千 他也就 no no 不要 然后呃 对 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情况下 我会特别的 无助 就不知道做什么反应 所以他其实是 不要钱吗 还是给的太少了 我后来就是呃 也问了一下 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去买面包的嘛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店员 他说呃呃 是一般其实可能是给呃 一千一米炖到两千这样子 嗯 但是对呃 但可能他不是做这个工作 他可能只是好心 帮你来一下车 我觉得可能我误解了 对对 因为在印尼其实有很多这种 自由职业者 啊 就我觉得他们是freelancer 啊 对 因为灵工经济嘛 就是他其实是 或者叫不稳定就业啊 不稳定就业 就他们要自己去找活干 我觉得跟艺术家挺像的 哈哈哈 艺术家也得自己找活干 对 发挥能动心 对啊 对啊 然后他们就是 比如说 就一条路上可能就有 无数多的这种交通指挥员 啊 然后他帮你指挥交通 我觉得挺有用的 至少对我们这个行人来说 就你要逛马路 然后这边又没有红绿灯 那他们就会做一个手势 让这个车先停下来 让我们先走 这因为警察都不存在 那本地人也需要这个吗 嗯 也需要 就比如说在这个高峰期 呃 吃很多的时候 如果有人要左转 或者右转 或者他要从铁场出来的话 就没有这些人帮他 进行这个拦截 或者是指挥交通 他的车也出不来 然后我们就问当地人 就说一般谁会给他们钱呢 就一般是司机会给他们钱 就是帮 就受过他们帮助的这些司机 会给他们钱 那我们一开始 其实以为那个人 可能是做这个工作的 但是后来那个人跟过来了 所以他跟过来 我们以为是他想问我们要钱的 但我们后来觉得 可能就是顺路 就他帮了个忙 这个样子 但发现他们呃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关于这个要 呃 扫费发现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那边 就呃 他们通过 就比如说像你要扫费 他们会通过给你弹一首歌 弹一个琴 然后在琴的前面挂一个小篮子 然后可能作为一个呃 就是收费 然后还有就是呃 就感觉他是在呃 呃在交换 对他的交换 他不是就是单纯的 强行的那种 就是可能是通过一种 很比较惨的一个状态 然后来来博取什么 但他不是 他是通过交换 我觉得还这个还挺有意思 然后我还看到路上有几位像 这是在中国看来像行为艺术家 我觉得通过像 就通过再把把自己身上 就是抹上一些机 嗯 然后可能做一些表演 然后其实呃 也是在呃 请求交换 可能给一些小费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表达还是非常的呃 呃就是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 印尼有挺多这种灵工经济 都是多大的人呢 做这些年纪上 我看好像印度也挺多的 就看他们的Vlog里面 就是也有那种各种各样的 像你要钱的方法 但是也是通过一个方式 就不会说真的是乞讨 那种感觉 我我觉得中国也快了 我们都找不到工作 交换劳动 嗯 那那我继续再问 雨婷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那个文章里 还说啊 就是 那段最后一句 就是说 在汗流夹背的湿热里啊 我原本所仰仗着的 那些薄弱而精致的思想基础 也被永久的动摇了 我想知道 到底是哪些思想基础被动摇了 以及为什么被动摇 嗯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和那个考虑问题的一个框架 或者说所谓依赖的那些理论观念这些东西吧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文化研究的 然后我自认为我对于更平民的这种流行文化 包括社区参与的艺术啊 包括这个非欧美视角的第三世界的各种这种理论和那个 嗯 相关的论述 还是相对比较熟悉 并且知道他们在谈论和指向的究竟是什么的 比如说简单来说 比如后知名 或者是离散这些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是一个真正的生活经验和可以去用来 就是一个严肃的去思考和他跟我正式生活相关的一个东西 就他们可能是构成了我这个思想的一个一个薄弱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然后精致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理论上面来说 他可能是属于哪一个思想史 或者属于哪一位理论家 就是我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去写取他们的思想资源 但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个是我生活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次去的时候 就是我会感觉到他们这些 呃 还有一些新的吧 就是原来没有学过 或者说不是那课本上很显要的那些思想家的东西 他们和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相比的话 那个东西更强烈 或者更强烈一点 然后这些东西它可能反过来去让我对我之前所学习的很多 呃理论和书本上所阅读的东西产生了很多怀疑和呃动药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永久性的我也在文章中提到 因为我感觉我现在比如说让我再去看那些书 或者说再去想我以前做的展览和我写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怀疑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迫切的或者说它对于谁来说是迫切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有更多的这因为想到东南亚之前是完全不了解 那么它这边这么多人口这么多丰富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相比的话 对就是可能之前东西是完全不充分的 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有啊 就是我先 你应该比我更 因为你就是做马华文学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先先说嗯那个跟跟跟上一个问题有关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去马来西亚啊我面对这个就是其实我是带入了我在马华文学当中的那么一个处境就是我的这个文学代入感太强了太强了之后就以至于我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的这个状态啊是为啥呢是因为在在我的 读黄景树的这个论文里面啊他举了一篇张贵兴的小说 然后那个小说叫做兰花弯刀左门枪啊 然后那篇小说讲的是啥呢是讲的是一个大马的华人青年 他要去办台湾的签证 然后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一个马来裔的警察 然后呢这个马来裔的警察呢是不会讲华语和英语只会说马来语 而这个华人的青年呢是会说华语和英语不会讲马来语 因此他们俩之间是无法沟通的 然后由于这个无法沟通的时候 这个马来人的这个警察呢最后枪毙了 杀死了这个华人青年啊 所以呢就这篇小说的黄景树的解释是说呢 这个华人青年是死于什么呢 是死于这种预言的不可一性啊 就是就是死于这种华文和这个马来文之间的不可同约性啊 死于这种母语之物家啊 死于这个华人的这种永远的离散的这种情境当中啊 对所以说我读了他这个论述呢 我觉得写的特别棒 就是真的是讲出了这种海外华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他面对的这种离散漂泊 无家可归的这个情境 然后那篇论文叫词的流亡 他就是分析的是张贵星的小说 所以说呢我而且我又我又知道 比如说马来西亚513对不对 那我当时对于华人的这个屠杀 然后所以我就一开始去 其实不太能摸得清楚 就是这个马来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 什么态度 他都会对你有危险什么的 因为跟华人交流语言是通的 然后大家也是亲切的 又是来自于广东福建 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有危险 但是对于马来人来说 不知道 而且他们又大多数就是蒙面对吧 女性就是戴着这个头巾 印度人就就还好 就是都在卖这个肉体 就就还还行 印度老哥对 然后所以一开始 我是带着这样一个种族的一个视角 进入到马来西 就是有一些是不知所措 因为毕竟你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 在这个国家对吧 那所以然后直到我跟这个凯金求证 就说他们会杀你 凯金说不会了没事了 但是他是很小的 这种暴力可能还是存在 对 可能不可避免 但是这种集体的大的种族的暴力没有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 他就他给我解释了 这个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 因为说我读的这个马浩文学 那不是太老了 但是他们确实有那个种族创伤 他们在里面 他们不断地回反那个建国初期的那个 创伤的原始经验 那是他们要书写的东西 但是你像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现在 虽然不是说这个民族的融合 融合得有多好 但是至少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很多华人其实 还是对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 保守派 就是宗教的这种国家化 还是非常警惕的 所以他们那边也有很多润人 就要润出去 对对到处处去 然后我在亚拉乌还接收到了一个很新的一个分析的视角 很新的这个视角 就是我从前包括不管是在读书 还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没想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马来西亚这个种族是就是三大种族嘛 但是三大种族它产生的这个排列组合 其实就是三的三次方 就是我们假设这个家庭对吧 它可以相互排列组合嘛 然后如果你再加个性别维度 三的三次方又乘二了 那其实是很复杂的 就是你在这个国家当中 你要去进行一个很系统的分析 它就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 这个西方左派这一套 阶级行为种族就能够包括的 它不是对吧 因为因为它每个维度里面 它都有很多的变量嘛 所以他们就教我说 你在马来西亚你要去分析人 或者你要交朋友 以及看这些人跟谁玩 有很多基础 这个基础是要你要看它的教育背景 因为是马来西亚的 比如从小学开始 它就分有三种学校 就是淡米尔语学校 华文学校 还有马来文学校 所以你得看这个人 他是从小是上哪个学校 小学上什么学校 中学上什么学校 大学上什么学校 那比如说他们留学的人很多 我觉得如果是读华文的话 那你也得看他们是去的 去新加坡 去台湾 去香港 去英国 去不同的 去新加坡 去不同的地方 他对人的这个影响 和塑造也是不一样 当然又去中国 但邵斌是在加拿大留学的 他从小上的是英文学校 所以他的华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也可以用华文跟我沟通 然后我认识的很多其他的朋友 他就是从小是读这个读中上来的 然后去了台湾上学 或者到中国上学 而我甚至是在那边又感到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那边认识的两个朋友 他是去到中国留学 一个是邵斌介绍我的一个艺术家 他是在2000年左右 在广美留学 他从马来西亚到广美留学 然后还有一个是 宾城的凯兴 他是在北京留学 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 他说他基本上就是中国人思维 因为他在中国上学 他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 但是如果是去台湾留学的 很多人可能会更是台湾的思维 但是如果是他从小是用英文上学 在西方式的教育 他就是英文思维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马来西亚他们内部讨论的挺多 他们觉得是一个共识 或者是一个常识 就是分析的常识 但是我觉得放到中国 就是大家其实很忽略 你去哪留学 你受到什么教育背景 因为我就觉得我就被忽略了 就比如说我高中上的就是国际学校 然后之后又去了英语国家 在北美 后来又在欧洲 但是其实你接触到这个东西 他就是真的是跟大读书的中国人 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的 你有很多的这种想法情感 他是不接受的 他们会对你产生误解 就是我会 当然我也不在意他们误解我的吧 但是他们就是会把你的这样的经历 丰富的经历还原成 你是家里有钱 你出国留学 你怎么样 这也是很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 对我来说还是挺收用的 其实总体上来说就是 他们的朋友圈还是跟他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固定 就是比如说 你如果去新加坡 如果留到那边 那肯定好多都是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来的这些人 比如说我们回来 在新加坡那个酒店吃早餐的时候 遇到了旁边一桌 他们就是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 但他们家就属于赚大钱了 发达了 对 但他们家确是挺有钱的 有子女在新加坡 然后又在英国 然后又在加拿大的 对 就属于是从马来西亚润馆 比较成功的人 但是我在比如说在鸡卵 就是因为当时我去那个新山 就柔佛州的一个鸡卵去参加 当时一个朱迪艺术家的活动 他叫陈建民 他当时是在鸡卵的一个菜市场 叫巴萨 巴萨就是那个马来文的菜市场 做的一个主流 然后也办了展览 当时我在那边就遇到了几个 他们几个 他们三个都是刘台的 然后他当时请的几个 从吉隆坡过来的老师 也是刘台的 就是你刘台生基本上的资源 或者人脉 大部分也是刘台生 那刘台的人里面 有一个就去了北一大 然后另外一哥们 其实我不知道 他是去哪个学校 我忘了 那他们几个当时 为什么会在聚乱呢 是因为 吉兰的那个中学 读中 他有这个美术科 就很多学校可能没有美术科 但是你要 想读这个东西 你就得去这个学校读 所以他们当时就聚到了一起 就是有一拨人 肯定是直接 他就是从小就读英文的 所以他肯定是学我美了 有一拨人可能是会读华文 或者是马来文 他不想在马来西亚继续读了 他也可能学我美 还有一拨就是家里有钱的 吃完送出去了 对 这些人接触不多 我接触的还是去台湾的比较多 刘台生 然后他们也会自嘲 就是说马来西亚人也会嘲讽 他们是这个刘台文青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接地气 然后喜欢文艺 对 就是喜欢文艺这拨人是会去台湾的 然后读商科的都去这个澳大利亚 然后 我当时搜那个马来西亚的相关的事情 然后发现小红书上还挺多人在马大留学的 就中国人在马来西亚读书的也挺多的 然后那个存权 就是亚达乌的那个男生 他还跟我说 因为我也问他这个教育的问题嘛 然后他还跟我说 现在政府有一种公立学校 就是是所有种族的孩子在一块上课的那种 就可能中文是second或者third language那种 然后第一语言是马来文 他说现在也有一些这种公立学校 对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国语学校 就是马来语的学校 对 就是马来语的学校 对 对那我再分享两个我的想法 对 对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我在槟城时候的感受 就槟城我一去就先去了那个 呃 coex那边嘛 我就会觉得 似曾相识 就是或者叫做无缝对接 就是那边他的风格 感受或者大家的习惯 就跟我们在广州很像 啊 就是那种很很社群的组织性的东西 然后大家搞活动一啥 就是 就我就觉得离开广州 又没历史评州 对这种状态 然后大家关心的东西呢 也又很像 也又是讨论这个 社群啊 在地啊 地方啊 这些事情啊 也就是我也跟他们交流 就是你们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啊 巴拉巴拉 但在这个基础上 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感受 就是说我们当时 呃 在 呃 马来西亚讨论 呃 就是 对比就是说 我们在马来西亚办活动 或者是我们的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华语中文 它相比中国大陆的这个 中文来说呢 它是一种 不被管控的语言 啊 或者是未被管控的语言 啊 这是 逃避统治的语言 或者他 他不需要逃避统治 因为他本身就是 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 或者马来西亚的政府 他一家 就不会不会中文嘛 不懂你啊 对不对 他不懂的 那所以呢 他们只是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确实是审查啊 或者是进了一大批的这个中文线 报纸刊物 但是你说到他们现在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已经管不上了 对 或者说不太管了 所以在那边我们的讨论的尺度呀 或者自由度呀 就会大很多 大家也会很庆幸 就我们有这样的空间 你想很多事情在中国其实是做不了的 那如果毕竟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研究者 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华语啊 这个语言文字和我们这个简体中文对比起来 其实他的差异很大 除了说是他里面蕴含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口译 风格土腔 还有很多从马来语寄来的词 英文寄来词以外 他我的感受是 他是一个更加活泼的一个语言 对比我们在中国大陆使用的这个语言来说呢 他更多 就是风格很不一样 而在这个层面呢 如果是马来语 就马来西亚的马来语 和印尼的印尼语 他其实他们俩相似度是70% 相互比较的话 也会呈现这么一个镜像状态 那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在印尼人看来了 就是一个很斯坦或古老的传统的语言 而印尼人呢 由于本身印尼他又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 他也是被西方殖民 反正至少就是印尼语 他也是一个更加轻快活跃的语言 所以我就会发现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 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当中的 主要的官方的行政语言 他其实也会演化出很多 非常多元的 或者是更多 别开生面的一个状态 对那尽管黄点树呢 把这个东西叫做境外中文和马华文学的盆栽状态 但是似乎我认为 它的盆栽如果是能长出非常有趣的花朵 也比我们一滩死水的环境要很多 而我更痛恨的是 在中国 其实不能好好说话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要用各种的缩写啊 来说谐音啊 去懂 其实这个预言文字就是一种 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别扭的 我也不愿意这样表达的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在那个马来西亚 会更加认识到一种 已经被本体论化的一种 离散的漂泊的一个处境 就我跟呃当时呃几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啊 他们都是华人的艺术家 接触 他就告诉我们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作品啊 做的基本上都是跟这个 身份认同 离散有关的这个作品 嗯 然后并且呢 我会觉得他们 讨论这个离散啊 是他 是在 在材料层面 在物质层面 就在处理这个问题 他并不是在概念层面 那第一个艺术家呢 就是那个在中国留学的 他就说 他在画画 因为他是油画出身 那他后来 呃 几个作品 他画的那个画呢 其实我其实忘了他那个材料是什么 但是总之就是他那个材料是一种 不是像油画一样 是一个 为了一个永久保存的一个目的 存在的一个材料 而他那个材料呢 更多的是一个 呃会转身即逝的一个材料 就是你画上去之后就没了 或者是不太能够保存的一个东西 他说他在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讨论这个 这个身份 这种流动性 这种离散 这种不确定性 啊 就是这是他的一个 感受到的一个生存状态 那另外一个这个 就是居卵的那个艺术家 他就是 他用的是这个铝箔纸 来做作品 那就是 我就 我就从我这个呃 艺术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就是 你看他他他有金箔 绿箔 又漂泊 呃 这就是我学习王德威的这个 这个方式 因为他就是很薄嘛 这个又轻又薄 对吧 所以 所以他他他这个 而且他又他就很容易去塑形 塑造成不同的形态 啊 因为他他他他就说 他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 呃 有兴趣呢 他说他他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然后他在台湾上学 但是在台湾呢 他的这个身份又变成了华侨 他就说到底什么是华侨 然后他的毕业作品就是说 我要把华 既然你们台湾人这么喜欢华侨 我就把华侨带到台湾 然后他就 用这个铝箔纸 破了一个他们老家 华侨的墓 就墓碑 就是把它搬到了台湾 啊他就说你们喜欢华侨 我就给你华侨 后来他就继续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作品 我会觉得就是 他他就是 他就真的跟那个 呃 黄景树去分析这个张卫星 那个那个文章叫词的流亡 我就觉得是 他这个情感结构是很像的 就是物质层面 但是一个是在语言层面的 他都是要把这个词 啊 这个物 就是某一个东西 变得很极致 因为他所有的这种情感 所有的欲望 就是他五根 他漂泊嘛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可以回归的东西 所以他回归的东西 要么就是语言 要么就是 他的这种艺术 艺术品 啊 艺术的材料 美技 那我带着这个角度去看很多这个马来西亚的事情 似乎都能解决 我才去了宾城的这个达大娘有的博物馆 然后看到这个里面他们这种呃对于室内的这种装潢啊装修的这种叫什么啊绚丽啊泛滥啊就是他他同样也是某种欲望的体现的不光是说他有钱但更多的是他这种欲望他的一种 对对他他只能是放到我的这个身上啊我的这些装饰我的身上的这种绣花衣服的图案家中的这个饰品 他不断的在这种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循环往复 对啊 说白了他是内卷啊 但是这确实是这种欲望的内卷在里面 而这种内卷呢又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什么呢 对于金钱的这个执着啊 在海外这种华人 因为他确实可能他不是本地人嘛 本地人有土地了 他土著他不是土著 所以他能做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这个生意business 所以他我的这个欲望呢是卷到钱上面 那还好就是最搞笑是槟城这个超过条 他们有超过条大赛 哦我也看到了他们会贴什么怪亚军 对对对对 有一家是超过条亚军冠军什么的 所以每年超过条 然后那超过条真的比我在广东和包括到 潮汕吃的超过条好吃太多了 对然后呢觉得这里面也很卷 对对对这这这种欲望啊也卷到这个食物里面啊 特别多就包括虾面啊什么的 后面我们到聊食物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会继续聊 就是一旦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很多问题 他隐而解 他其实背后都是一种啊 这种华人的海外啊 他漂泊不定 然后没有没有故乡啊 很离散的一种状态 他的欲望他总是要找一个投射点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一个一个事情就借着 借着你这个接着讲 就是你有没有去那个孙中山的那个纪念馆 当时在冰城 去了去了 嗯嗯 对他有那个解说 就是那个门口的那个 有没有很热情的跟你讲解当时 对但是要收费我就没进去 哦是吧 哦我进去了我进去了 对我就觉得那个也挺 就是他等于说是 他们当时开开会嘛 革命党人的那边开会 然后包括他跟槟城的华侨 筹钱啊什么之类 就是孙中山的这个 然后包括引起了后面的广州的几 几个起义都是从那个地方 算是一个发扁地 那个感觉 就虽然这个也是 我跟我刚刚之前 最早聊的那个有关 就是他可能之前 我知道这个知识 但是当你亲身到那个地方 就看到那个空间 包括那边更加生动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然后我想到 我在那个导读书店里面 看到的一个台湾的一个 看物上面写的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震慑性 他说从赤道解构世界 然后我觉得哦 就是这个视角 以及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会忽略就是东南亚 它作为 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啊 或者其他 每一个区域也好 它的一个关键性 它可能对于世界史 对于周边的这个 区域的一个辐射的这个程度 其实是很强烈啊 其实是很关键的 包括我记得好像 韩国的几场 应该叫 那个时候朝鲜的几场革命 民主革命什么的 也是在东南亚 有很多的他们的 那个侨民 然后去组织和相关 就是这个海洋的这个网络上 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是刚好是赤道 作为一个轴线 它这里有很多的 对 故事在上演 然后也很风起云涌 对 这个是我在马来西亚的 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 这也是亲身的一个经历 你是汹涌的海浪 我是疲惫的沙滩 暖暖的斜阳 掉在我们的肩膀 你用脆软的烟波 拴出恋爱的闪缩 那么痴迷那么凄凌 你轻轻柔柔地稀疏着 冰长下的雨 淋湿你的长发 几十年来 抹也抹不去 我会慢慢想起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你是汹涌的海浪 我是疲惫的沙滩 暖暖的斜阳 掉在我们的肩膀 你用脆轻柔地稀疏着 刷出恋爱的绳索 那么痴迷那么凄凌 你轻轻柔柔地稀疏着 冰长下的雨 淋湿你的长发 几十年来 抹也抹不去 哪怕我会慢慢想起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轻轻地为你唱首歌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几十年的歌 靠在你的背后 静静握着你右手 慢慢地将你写首诗 让你知道我的事 当你孤孤单单的时候 我要继续为你唱首歌 你轻轻柔柔地稀疏着 冰长下的雨 淋湿你的长发 几十年来 抹也抹不去 我会慢慢地想起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你 我会继续为你唱首歌 我会继续为你唱首歌 你会继续为你唱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